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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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在看到某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不由自主的就会有一个评语出来 你看到这个人漂亮 哇好美 你看到这个人难看 你就觉得一大清早就没有好的开始 长得这么丑也敢跑出来 是不是 我们见到任一世任意 我们几乎都把自己的那个想法就立刻抛出去了 这个抛出去就叫做你对近身心 随近流转 那您看看一天24小时里面 除了睡觉的时候 还稍微守规矩安分一点 其他的时间几几乎你都在乱跑 你吃饭也在跑 为什么 煮的东西不是你要吃的 是不是 闲这个闲那个 闲一大堆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 学修道 你要先能指 让这个心不妄动 不妄动就是 不要在无意义的时间空间里面 去蠢动 去乱动啦 这是第一步功夫 这个功夫如果我们没有练成 我们就做不到十条大院的那一条 叫做诚心保守 诚心保守就是儒家所说的全信 全信就是上天赋予我们这个灵民的本性 里面涵盖了一切的万善美德 不假外求的 可是当我一念放纵心往外奔腾的时候 我们的主观意识 他就如同一片乌云 就把这个灵民的本性 所具有的善德 完完全全覆盖住了 那个良善的本性散发不出来了 功能不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到处有自己的意见了 唱圣歌里面不是有这句话吗 托尔曼不要老是去批评别人啊 你也偶尔回过头来看看你自己啊 你自己没那么好 你就嫌别人 嫌别人鼻子不够高 嘴巴不够小 那偏偏自己的鼻子有没有 也只比 比嘴巴高出一点点 也是平平的 我们都苛责于人 同样的一句话 在圣经里面也记载 你不要看到别人眼中的刺 却看不到自己眼里面的什么 粮 粮是无聊 这么大 我们的眼睛已经被这个东西都障蔽住了 我都看不见 还以为自己有没有这个眼力很好 别人那么一点点的瑕疵 你就拿着放大器 别人放大了 然后 勒说不停 这就是我们任何事 都喜欢用自己的意思去做解释 所以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修道人心里面本来没有事的 是你把外面的境界全部放进来 再加上自己的主观意识 所以天下事都跟你有关系了 问题就来了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让自己能够练就一身好本事 在现实生活里面 你能够在对应外面的一切变化 还能够如如不动 不随波逐流 这是第一步知止的功夫 我们止于心以后 才能够去止于事 因为你不能止于心 看到别人的好 我们想要拥有 别人美 于是我们想要去追求人工的美 最后弄美不成 就反而就变成一些奇形怪状 留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后遇症 尤其我们对于财富的一个追求 常常看到电视上介绍 库二少 富二代 酒醉 驾车 都是那种高级车 哎呀 我有一台也多好 于是这种贪得无厌的心 就让我们永远不知足的往前去追求 所以这一段经文在师尊谈道路的时候 后学就跟前贤们分享过 这是我们师尊老大人说的 他人生是急不来的 哪一件事是你急得来的 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很喜欢长大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长大 因为我认为长大以后 什么东西想吃就吃 不像小时候 要吃一颗糖果 还要想尽办法去外面 去捡一些破铜烂铁去卖 对不对 帮家里做很多事情 流血流汗 看父母会不会给你个一毛钱 买两粒糖果 所以我喜欢长大 我长大我一定要买一台冰箱 因为冰箱打开就有食物 小时候我不知道食物是后来放进去的 我认为那个家里有冰箱人太幸福了 打开来就有吃不完的东西 因为我们环境不好 当然现在我就知道冰箱好解决 一万多就解决 那个食物永远填不满 填不满不是你吃的那么多 是你要的那么多 买回来摆在那个地方 你不吃了 然后还要想办法把它搬出去丢掉 后学姐姐呀 她家冰箱的东西我都不敢乱动 为什么 因为里面常常有万年积存的食物 她的一个惯性喜欢买 买了就往冰箱塞 然后吃的时候永远靠近外面的她才吃 所以你就知道里面的东西有没有 早就臭掉了 连冷冻库的东西都会臭掉 你就知道那个摆多久 所以困到人家冰箱要清理呀 不要认为它是冷藏的就细菌不滋生了 照样会的 会伤害到我们身体的 人生没有一件事是急得来 我希望长大我就长大了吗 我现在希望能够回到我的童年 因为我发觉长大了不太好玩 责任太多了 而且身体没有以前强健了 以前就不好看 老了以后有没有 更难看 因为眼皮松了 然后脸皮也垮了 可是你想要的永远不是可以称心如意 老师后面讲 你要耐心等待 每一件事在该来的时候就会来 我们最在意的是功名利路 那个不是你用追的 过去老人家讲 前四只脚 人两只脚 对不对 两只脚追四只脚 你永远跑不过它 你去追汽车看一看 你不要说追汽车 追两只脚的摩托车 你都追不到 可是如果你让钱来追你呢 他一下就跑到我们旁边了 因为他比我们多两只脚 你如何让钱反过来追你 很简单 有得死有财 赔你的得啊 是不是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什么东西叫做庆 就是保佑后代子孙 衣食无缺嘛 可是如果你急躁 你就会无所不用其极 用些卑劣的手腕 用些错误的方法 最后不要说求不到 即便求到了 也是命中备有的财富 可是却因为方法错用 还要担负来生的一个因果 所以真正明白道理的人 君子乐得为君子 小人枉为小人 不花费心思 在这些无意义的事情 所以接受一个人要有耐心 等待适当的时机 接受凡事来临的时间 不必强求 若必要求 也要求得如理如法 如理如法 就是往自信中求 过去我们常说的一句话 叫做自求多福 是不是 自求多福是好话 也是正确的话 这个不是寡情的话 哎呀我请你帮助我 不好意思 无时间你自求多福 圣人讲的自求多福 是你往里面 去累积自己的德性 如果外面的东西还没有过来 就表示德性不够厚 我们水 如果到了一定的冰点的时候 它会凝固 你凝固的时间不够 你冰箱打开 水还在晃动 对不对 所以你要给它时间 这个水才会由液体变成固体 同样的道理 你只要用心去做 那么该属于你的 它自自然然会尽快来到我们身边 那如果这一生命中本来没有呢 可是因为这一生 有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有调整自己的脾气毛病 本来没有的 它也会有 所以往自信求 自求多福 那怎么求呢 改过生吉祥 第一个讲改过 他们有第一个叫你去捐钱 我就没钱哪有能力捐钱 第一个叫我们改过 改过就是要有正确的人生观 不要把我们的生命定位成吃喝拉撒睡 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不够资格做万物之灵 为什么 外面的流浪狗也在吃喝拉撒睡 哪一物不在吃喝拉撒睡 连厕所里面的那些的区 它也有吃喝拉撒睡 所以人跟天地之间并列三才 在于我们有能力去发挥我们生命的一个本质 在于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方向 你可以决定品德要往上提的跟天一样的高 也可以自我沉沦 自我贬义 去日趋下流 所以我们决定我们的方向 我们将来去承担我们的后果 这个就是讲的因缘果报 所以第一个改息性化比性 布施得富贵 这个布施的意思就是要处处与人为善 不要狭隘的解释成我要拿钱出来 像年轻人坐车的时候 位置让人家坐 你虽然没有坐到不爱坐 可是如果有一个老人需要你给他爱 你就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 就让给他坐了 你跟自己的阿公阿嬷出去 你会让阿公阿嬷站在你的旁边 然后你坐在那边睡觉吗 不会 就把他们当作自己家里的老人 这个叫做布施与人结善缘 当我们看到外面有流浪汉的时候 那种饥寒交迫 我没有能力帮他 可是我心里面有怜悯之情 这是佛陀讲的心诗 从心里面的布施 这个心的布施 也中你未来生的福报 听过一个故事没有 释迦牟尼佛注释的时候 有一个人他很穷困潦倒 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发财 他听过佛陀讲布施的道理 可是他把它定位成就是财布施 就已经一贫如洗了 何来额外的钱财跟人家去财布施 于是有一天 他就走到了深郊野外去 越思越想就越难过 我没有多余的钱财与人结善缘 我这一生就要注定穷困潦倒 就在他多番想不透 想要解决自己生命的时候 三神出现了 三神就跟他讲 年轻人你傻啊 你到底没有听明白啊 所谓的布施 就是处处给人方便的 他就三神就举他自己为例 他向我 我为什么能做三神 因为我在过去生跟你一样 也是一个穷困潦倒之人 那只是如果遇到有人 过路的旅人或者贫穷之人 需要找人帮助的时候 我知道我们村里面跟隔壁村里面 有哪一些善人 他有能力帮别人解决问题的 所以只要有人需要别人帮助 我不论他是在地人或是远方来 我知道讯息 我都主动告诉他 如果你想要得到某某人的帮助 得到某一些帮助的时候 你可以去找哪一些人 这一些人很乐于伸出援手的 他说我就做了这一件事情 所以这么一个急功好义的行为 我们看起来不值得一提嘛 对不对 他没有从他身上拿一毛钱 可是死后 他就有一个弃天神的果位 弃天神总比人间大富大贵的人 要来得有福报吧 是不是 有人去供养他嘛 山川神明 那这个人一听又妙 就高兴了 就觉得有希望 他做了一件最什么 最有智慧的事情 他佛陀要开班的时候 他就鼓励人家要去 他会讯息四处去留博 这不是很像我们现在 有所谓的交通组 有成全组吗 所以这件事情被流传出去以后 佛陀也知道 所以不失得富贵 就是处处与人方便的 地上一块玻璃看到了捡起来 因为人如果踩到 会伤到肉体 车辆如果压到 会刺破轮胎的 虽然我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把它捡起来 那一念的慈心 就跟天地合了 这就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方法 所以 佛世门中有求必应 求富贵可以得富贵 求健康可以得健康 求聪明可以得聪明 因为你做的方法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在那边等待奇迹的发生 你应该把你想在等待的东西放进你的生活当中 那就是与人结善缘 那是对外而往里面去改变我们自己 那个是止于心不要忘求 那止于心以后就自自然然会止于事 所谓的止于事 就是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你离不开五轮关系 对不对 那一个人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 不论我们跟父母聚在一起的时间 多长多短 我们都曾经有过父母 即便我们在家里面没有手足 那么我们在外面也有朋友 所以人的一生 没有办法离开这些所谓的五轮关系 那止于事 就是让我们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空间 在扮演不同角色的时候 你能够恪守自己的本分 肃其位而行 我做父母的慈爱子女 我做子女的孝顺父母 手足之间有剃道 朋友之间讲性修目 我做事情尽忠指手 这个叫做止于事 把我们所有分内该做的事情 我们做出来 那分内该做的事情 儒门综合三个大纲 叫做孝替词 奇怪 我到外面难道也要行孝吗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对不对 所以你跟人与人之间所有的关系 都没有离开孝替词 对老人多一份恭敬心 对年轻的晚辈多一份有爱的心 平辈有爱 晚辈什么 要慈爱 这个人世间不就分成老中轻而已吗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的孝替词 推广于外 让天下人皆能够行他分内的一个德 就是人人皆能够行孝替词 那如此一来的时候 天下就什么 就太平了 礼运大通篇 我们过去有读过啊 那这样的事情 我们都做到了 本分都做好了 知之而后就有定了 定就是你自自然然 不会随波逐流 不被境界风给吹了 为什么这样解呢 我们先来看 前面讲 知之而后有定 知之有两个 一个止于心 止于心六根对六成 不忘动的时候 手足有错 耳目有思 就是我们的行住坐卧 都有一定的规矩了 非礼物听嘛 非礼物事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这个叫做手足有错 耳目有思啊 错就是你安置得好好的 不会乱动 思就是你能够做自己的主人 不该看的不要看 容止言语 不至凌乱无序啊 你讲的话 你做的是 你整个行诸以外的态度 就不会给别人 那种猖狂失措的感觉了 这个叫做止于心以后 六根就有什么 有主了 过去常听 大家讲 哎呀 事情一来就六神无主 六神无主 就是六根没有主人了 表示自信不当家了 因为你自信被外面的花花世界 给蒙蔽了 那止于事为什么有定呢 因为为人不做亏心事 夜半敲门心不惊嘛 我们如果是半夜三根 永恒五郎 他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吓一跳 圣人未必会吓一跳 为什么 他没有亏心的事情 我们会吓一跳 是因为怪力乱神听得太多了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还有潜意识里面 还有德性不圆满的地方 所以才讲 知止而后才后有定 所以这一个止 是你修到入手的功夫 你千万不要解释为 止于至善了 那你就不用修哦 你求到以后就诚心保守 再也不会六神无主了吗 如果大家都这么样的立根气 就不需要开班授课 就不需要清净善知识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教化 是帮助我们 要能够自信做主 如果求了道 你就自信当家了 那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额外的事情 所以这个知止 它是入手功夫 是学习的一个起点 而不是学习之后的一个结果 终点 所以心如果止于善 你的德性就能够完备 则得成 事如果止于至善 你笑替词都做得好 则业就 业就是你在人世间做凡业的时候 凡业必然有成 因为天功疼好人嘛 大道无情为德是福 所以你的凡业会成就 如果你修圣业呢 那刚好止于至善 事的一个圆满 就是让我们达本还原的 最大的一个财富了 所以不论我们是如何在学到 你总是要从止于心 止于事来做自我的一个调整 那就是这个调整 可不论的 就是这个调整